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小马AI的课程 咱们接着上期 今天咱们继续讲解说明KELAS 手写数字数据集的训练与使用 好咱们上期的最后 我给您讲解一下咱们训练代码的内容 对吧 今天干什么 今天咱们运行一下咱们的训练代码 然后声称一个咱们自己的训练模型 对吧 同时咱们用咱们训练好的模型 咱们去预测几张图片 这图片在什么地方 我先给您写好 咱们看这个文件夹 大家请看 我提前用我的Windows 用Windows画笔 咱们写了几个图片 咱们看一下 No.0 对吧 大家这我都是拿手写的吗 2 1 写的也是歪歪扭扭 不整不齐 对吧 也行 写的挺规矩的是吧 OK 咱们用咱们今天 生成训练的一个数据集 咱们去预测一下这些图片 看看能不能够正确预测到 如果能够正确预测到 说明咱们学习的这个模型 有用 对吧 Wire固子 马上开始 咱们回到咱们的训练代码 然后大家看这地方 20个周期可能有点少 其实也说不好 这点您说我训练这个模型 我这边弯模型 我这设完这个损失优化函数 评价函数之后 那么我训练几次才能好 这个东西也是玄学 不知道啊 因为它是破度下降嘛 也许你这个点正好在一个小洼地 不是最深的地方 可能训练就不好 对吧 这个怎么训练好 其实是看人品的 那怎么办 我给您的建议 就是多训练几次 然后呢 找到最好的那次 存成模型文件 然后就使用那次 这地方没有固定的 我训练十次好 训练二十次好 还是训练两百次好 还是训练一千次好 不一定啊 所以说这个 根据您的模型的特征 来决定 咱们训练多少回 才合适 没有固定的值 好吧 今天咱们展解就给二十 好不好 好 咱们马上运行 这是存上盘啊 然后大家注意看这地方 我运行完 生成咱们模型的文件 叫做model.h5 这是咱们模型文件的标准文件 好 咱们试试 马上开始 到我的画面 敲python空格咱们的闷 一回车 我是训练二十次啊 所以说它会跑二十次 咱们看一看 go 请看 因为我设了一个87size 对吧 每次运行多少 然后它用我总的这个画 图片的数量 除以我的87size 得到每次运行多少 我现在写的是469 它分为469回运行 一回呢 传128 现在87 给的是128 对吧 对 我给128 每次 每次算128图片 这一个轮回 就是学一次 算469回 好吧 然后咱们整体相对读一本书嘛 每训练一次相对摆着书读一遍 咱们读多少遍 读二十遍 然后每遍里面呢 咱们一次读128图片 就这个感觉 您应该能听明白啊 大家看我这个 虽然不是GPU 但是感觉速度还是可以的啊 并没想象的慢 其实啊 咱们今天是训练 训练这个手写数字数据集嘛 没多少通写 还是28乘28的 而且就一个通道 又不是RGB的彩色图片 如果咱们是训练大图片 再加上RGB 这事就坏了 且训练着呢 反不了啊 一时半会儿反不了 你看像现在 咱们这个都训练到16行了 一会儿训练完之后 我给你讲讲这个图片上 这个咱们画面出现 这几个参数都什么意思啊 还差两遍 这就快了哦 最后一遍 好 咱们看结果啊 咱们就看最后两条就行了 损失值是0.09 什么叫损失值 损失值 就相当于是说 它预测的正确值 它预测的结果值 和咱们正确值之间的比对 比如说 咱们正确值是1 它预测的是0.0009 一减 差0.001 对吧 所以咱们 预测的结果和正确值 差的比较小 那说明咱们这个模型就好嘛 对吧 那么这个损失值 代表着越小越好啊 后面这个是准确率 这是0.9832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准确率达到了98.32% 也就是说 我给它100张图片 它能够正确预测出98张图片 就这个感觉 这是最后咱们评分结果啊 然后在咱们学习中的每一行呢 其实很简单嘛 这个是损失值 正确值和预测值之间的差别 对越小越好这个数 然后准确率越高越好 但是前面这个准确率 大家请看 达到99.72%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咱们训练级那些图片的结果值 他肯定 我就拿它训练 当然它的认知率最好嘛 对吧 然后大家看后面 这是教验损失 用我的是那个教验级 就考试时用的 这个 这是教验级 考试时用的 对吧 那么考试时用的 它的损失值 或者说它这个损失差 是多少呢 0.09 也不错 但是这个值大于咱们训练时的一个值 也就是说 咱们 这个训练时的书本的知识 咱们都掌握了 考试时一定出点书本之外的 就这感觉 对吧 所以说它的损失值呢 比考试时 比平时咱们这个训练时要大一点 对吧 同时咱们考试时的准确率 百分之九十八十三 对吧 大家就是感觉 换句话说 咱们用功一个用功的孩子 对吧 咱们当然上学时 咱们很用功 只能说 咱们书本的知识 咱们都学到了 但真正考试时 经常考课本之外的 对吧 那怎么办 多学吧 只能是这样 这个训练模型 完全是一个道理 然后最后这两行 我是打案出来一个测试数据的 原始值 以及给大家的预测值 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准略 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准确 但这个预测错了 大家请看这是个五 它预测升了八 这是不对的 其他都预测正确 OK 这个模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大家请看 我这存成一个model.h5文件 今天咱们就用这个文件 去预测一下 我的这几个手写数 看看能不能预测准确 好 那咱们先少去说干就干 然后这个地方 我有了一段交验代码 在这地方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建一个交验文件 我叫做check 可以吧 然后拷贝过来 叫代码 这代码内容没什么 就是把它读进来 然后进行这个装载模型 进行运算 我这地方我得改一下 因为我这大型 我check是当前目录下 一个叫做number.jpg 我现在把这个 咱们check图片都放到了 data目录下 然后都给起名了 比如说咱们先预测这个number.0 看看能不能预测对 好吧 试一下 存盘 清屏 试一下 python 空格 check 可以回车 注意看 试一下对了吧 是0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还给打印出来一个图片 这个是我把我的图片 物理读进来 然后给您显示出来 同时大家请看 我的预测这是0 预测对了吧 试试咱们的模型可用 好 咱们再试试 咱们再预测一个9 好 再看一下 go 9 这个大家有问题了 预测成3了 这个预测错了 这个没有预测对 好 咱们再试别的 比如说6 再试一下 哎呀 这也预测错了 这个6预测成了5 这个预测也不太对 98%准确率 不是已经错两个了 那其他的剩下 就应该全预测对对吧 试试啊 预测2 2预测对了 那行是吧 2这就是2 这没问题 再预测一个1 1应该是最简单的 1也预测对了 对吧 OK 再预测一个3 3预测对了 其实准确率还可以 是吧 再预测一个8 8预测对了 再准确率就算是还可以 对了 咱们预测5 是吧 刚才那个 咱们训练机是5错了 5它认成了8 那咱们再预测一下5 看看能不能把5认出来 哎 5认对了 哎 实际 刚才是什么问题 刚才怎么会有错误 行 不管了 也就是说咱们的模型啊 大概看起来啊 好像是刚才错两个是吧 还可用 还可用 但是啊 如果说您在您的 因为它每台机器啊 呃 是不 运行效果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这T度下降的法 当时那个速度点落在哪 会导致您是不是能到最低点 这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您的机器跑我相通的代码 但是结果和我不一样的话 我推荐您啊 多跑几次 如果多跑几次还不行的话 那我建议您改一些参数 像这个我1000 比如我叫512 这个地方叫128 或者说我的128 然后我这边我再拷贝 我再多增加一层 然后这dropout 把0.2调成0.5 或者调成0.3 0.4都可以 再去试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模型 为什么 因为出论文的那些数学专家 他是针对大部分图片的样子 可能咱们每次自己的训练节 有着自己的特色特点 可能完全和他参数未必一致 那咱们可以随时挑咱自己的参 得到咱们的图片 咱们的数据一个最佳的结果 这个是咱们该学的 是咱们初学者该学的内容 OK 以上就是这么多了 我通过这个课程给您 首先讲解一下KELAS 内置数据局的内容 以及咱们一个训练代码的 每一行都是干什么的 包括最重要的选学部分 类似于有点像中医 选学在里面 五行理论 然后咱们进行了训练 训练完之后 咱们给咱们训练的模型 进行评分 然后咱们再做一些简单测试 同时把咱们训练的模型 存成文件 然后在咱们测试代码中 把模型文件读出来 然后咱们再跑跑 咱们实际的这些图片例子 看看能不能正确的运行到 这个大概是咱们编写 AI的总体的过程 收集数据 特征化 要定义咱们的模型 然后训练 然后测试 如果不行 反复执行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可能是咱们数据收集的不好 可能是咱们正规化做的不好 可能是咱们模型搭的不好 可能是咱们训练时的参数 调的不好 可能是把期不好 可能是周期不好 都有可能 这个怎么解决 这个需要您大量的实际经验 才能够解决 没有好办法 咱们多学多练多用 就可以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 别讲的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您听没有 应该不是说特别难 你要说是这个模型 有参数该怎么设 该怎么设计 可能有点难 但是咱们直接用 TensorFlow的代码 跑咱们的逻辑 我觉得 出位者朋友 很快就能够上手 您与其听我讲 不如您直接八朵代码 敲一下 简单的跑一跑 试一试 起码有个感性的认识 对吧 OK 那这期课程就这样吧 小马AI的课程会继续 也希望您喜欢我的视频 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点个赞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再进入视频 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